6.审讯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 第二天早上 他们各自向家里透露这个消息时 竟会掀起如此的轩然大波 对樊高家来讲 这仅仅是钱的问题 在他还得靠提傲供养的情况下 怎么能娶妻呢 你必须先能挣钱 在把生活都安顿妥当之后 才谈得上结婚的问题 他父亲说 只要我兢兢业业的凭真本事奋斗 Wincent答道 那么时机一到 挣钱完全是不成问题的 那你就应当在时机来到的时候再结婚 而不要在现在吗 牧师家里的骚动 比起隔壁女儿国所经历的风波 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姐妹五个全部结婚 外人对比奇曼家就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马高特的结婚 对村里人来讲 将是他那些姐妹嫁不出去的有力证明 比奇曼太太认为 使他的女儿中的四个 免遭更大的不幸 比使他们之中的一个得到幸福更为要紧 那天马高特没有陪他到织工们的小屋里去 但傍晚时他到画室来了 他的眼睛哭肿了 脸像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四十岁的人 他紧紧抱住他好一会儿 那是一种绝望的拥抱 他们骂了你整整一天 可怕极了 他说 我从不知道有像那样作恶多端的男人 仍然活在世上 你本来应该预料到的 我料到过 不过我可没有想到 他们会这么恶毒地攻击你啊 文森特温柔地用胳膊搂着他 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把他们交给我来对付吧 我今天晚饭后去你家 也许我能叫他们相信 我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人 他一迈进比奇曼家的房子 就明白自己是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一帮领地了 这房子里有一种由这六个女人造成的气氛 那是从未被男性的声音和脚步打破过的一种阴森森的气氛 他们把他带进会客厅 这房间很冷 散发出一股霉味 看来有几个月没进过人了 文森特虽然知道那四位姐妹的名字 但他从没有废神去把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脸对上号 他们全都长得像是马高特的讽刺画像 掌管家政的大姐承担了这场审讯主持人的角色 马高特告诉我们 你想要娶她 可否请问你在海牙的妻子出什么事了呢 文森特就克里斯汀的事做了解释 会客厅的气氛变得愈发冷冰冰了 你多大年纪 梵高先生 三十一岁 马高特告诉过你他 我知道马高特的年龄 可否请问你挣多少钱 我每月可以收到一百五十法郎 这笔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弟弟寄给我的 你的意思是你弟弟供养你吗 不是的 他每月付给我薪水 作为回报 我画的每件作品都是他的 你这些作品有多少被他卖出去了 这不好说 那好 我能说出来 你父亲告诉我 他还从没有卖出过一幅你的画呢 他以后会卖出去的 这些作品将会带给他 高出现在许多倍的钱 你这说法 起码可以说是有疑问的 还是讨论现实问题吧 文森特 端详着这位大姐 冷酷的 不漂亮的脸 他不能指望 从他那里取得同情 如果你什么都挣不来 他继续说 是否可以请问你 你打算怎么养活你的妻子呢 我的弟弟愿意每月在我身上压一百五十法郎的赌注 对我来说 这毕竟就是一项心凤 是我心情工作正来的 马高特 马高特和我 如果精打细算的用 是可以依靠这笔心凤谋生的 可是我们不必精打细算 马高特叫起来 我有足够的钱 养活我自己 安静些 马高特 他的大姐下了命令 记着 马高特 他的母亲说 如果你做下 有失家庭尊严的事情 我是有权 停止给你这笔收入的 文森特笑了 难道嫁给我 是有失体面的事情吗 他结问道 我们对你了解很少 梵高先生 但仅就我们所了解的这一点 又实在令人遗憾 你当画家多久了 三年 可你至今还没有成功 你还要多久才能有所成就呢 不知道 在你从事绘画之前 你做过什么呢 做过画商 教师 书商 学过神学 还当过福音传教士 而你没有一样干得成功吗 是我自己把这些职业放弃了 为什么 我不适于干那些事 你还要多久就放弃绘画呢 他永远不会那么做的 马高特气愤的大声说 在我看来 梵高先生 这位大姐说 你想要取马高特为妻的举动 是冒昧的 你已经不可救药的 被你原来的阶级所摒弃 你一文不明 又没有生财之道 干哪一行 你都没有长性 所以 你才像个游手好闲的流浪汉似的到处漂流 我们 怎么敢把我们的姐妹 嫁给你呢 文森特伸手取出烟斗 然后又把他放回去 马高特爱我 我也爱他 我可以使他幸福 我们打算在这里 再住上一年左右 就出国 他从我这里 将永远得到妥善的照料 和真挚的爱情 你一定会抛弃他的 姐妹中一个尖嗓门的叫嚷起来 你一定会厌倦他 而且会为了某个和海牙的 那个同样下流的女人 把他扔掉的 你是为了钱 为了他的钱才取他的 另一个说 不过你得不到那钱 第三个声明 妈妈会把那笔钱收回到我们家产里面去 泪水涌进马高特的眼睛 文森特站起身 他看出来 在这群泼妇身上耗费多少时间也是没有用的 他只有先到埃音霍温去和他结了婚 然后立即动身去巴黎了 他本来还不想离开布拉邦特 因为他在这儿的工作尚未完成 然而一想到把马高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些无聊的女人中间 他就不寒而栗 在以后的日子里 马高特受尽折磨 下第一场雪后 文森特被迫留在画室工作了 比奇曼家不让马高特来看他 从清晨起床 直到晚上 他得到上床许可 养坐睡着为止 他被迫整天听着他们对文森特的长篇大论的指责 他和家里人共同生活四十年了 而认识文森特却只有几个月 他憎恨他的姐妹们 因为他明白是他们毁了他的生活 但是恨却是爱的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 而且有时会因此产生愈发强烈的责任感 我不懂 为什么你不愿跟我走 文森特对他说 或者起码 不经他们同意 就在这里和我结婚 他们肯定不让我这么做 你的母亲 我的姐妹们 母亲只是随声附和 你那些姐妹的话 就那么可怕 你还记得 我对你说的 我年轻时候 差点爱上一个男孩子那件事吗 记得 我的姐妹们阻止了那件事 我不明白是怎么搞的 在我的一生中 他们总是阻拦我想做的事情 我决定去拜访城里的亲戚 他们挡着我不让我去 我希望读点书 他们不许家里收藏有些价值的书籍 每当我邀请男客 到家里来 等客人一走 他们就把人家骂得狗血喷头 弄得我无言再去见那人的面 我想 在自己的一生中 有所作为 当一名护士 或者学习音乐 但是不行 我必须和他们想的一样 并且 得完全照他们的样子生活 现在呢 现在 他们不让我嫁给你 新近 增添的青春活力 几乎从他的阴容举止中消失了 他的嘴唇 变得枯干 眼睛下面的细小肉斑 更显眼了 别为他们烦恼 骂高特 咱们一定结婚 那就会了结这件事 我弟弟多次建议我去巴黎 咱们可以在那儿生活 马高特没有搭枪 他坐在床沿上 搭拉着肩膀 低头盯着地板的木纹 温森特坐在他身边 拿起他一只手 你是不敢 不经他们同意 就嫁给我吧 不是的 他的声音 软弱无力 缺乏信心 如果他们要把我和你拆开 我就自杀 我受不了 尤其是在爱过你之后 我会自杀的 就是这样 不一定非叫他们知道吗 咱们可以先结婚 然后再告诉他们 我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 与我相比 他们人太多了 我斗不过他们 好吧 那就不用发愁去和他们斗了 你只要嫁给我 不就完事了 完不了 那才是个开始 你可不知道 我那些姐妹 我也不想知道 不过 今天晚上 我要和他们再较量一次 在走进客厅的那一瞬间 他已明白此行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居然忘记 这地方那种冷漠的气氛了 我们以前就听到过 这些话了樊高先生 那位大姐说 这既不能使我们幸福 也不能打动我们的心 对这件事 我们已经拿定主意了 我们愿意看到马高特幸福 却不愿意把他的命丢掉 我们决定了 如果两年之后 你仍然想和他结婚 我们就撤回异议 两年 文森特说 两年之后 我就不在这里了 马高特平静地说 那你在哪呢 我就死了 如果你们不让我嫁给他 我就自杀 在一片想着 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 你们瞧瞧他对他的这种影响 的声浪中 文森特逃了出来 他已是无计可施了 多年的抑郁生活 对马高特是有影响的 他的神经并不强健 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在这五个拿定主意的女人的正面攻击下 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消沉 如果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 也许还可以安然无恙地杀出一条生路 然而 马高特已经做了各种抵抗 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 皱纹爬上了他的面颊 往日的忧郁重新回到他的眼睛里 他的皮肤变得辉煌粗糙 他右嘴角的那条纹路更深了 文森特对马高特的爱慕 随着他那美丽的消失而消失了 他从没有真正地爱过她 也未曾真正想娶她 而现在那种念头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他为自己的无情感到惭愧 这使他在谈情说爱时 总想极力显得热情 他不知道他是否能推测出他真实的感情 你爱他们甚于爱我吗 马高特 一天 在他设法逃到他的画室里来 待上几分钟的时候 他这样问他 他用含着精益和责备的目光 瞥了他一眼 哦 文森特 那么 你为什么愿意放弃我呢 马高特像个累坏了的孩子似的 浮在他怀里 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如果 我认为你爱我 就像我爱你那样深 我就是和整个世界作对都行 但是 我这份感情对你来说太微不足道了 而对他们来讲 却非同小可 马高特 你误会了 我爱你 马高特把手指轻轻按在他唇上 不 亲爱的 你很想爱 然而 你做不到 你不必为这件事难过 我只是 要做一个最爱你的人 为什么你不离开他们 去做自己的主人呢 你说得倒容易 你那么壮实 可以斗得过任何人 可是我 已经是四十岁的人 我生在纽恩南 最远就到过 爱因火温 你难道不知道 亲爱的 我这一生从来 也没有和任何人 为任何事情闹翻过 是的 我知道 假如 这是你的要求 温森特 我倒情愿为了你 而拼着全部 力气 奋斗一番 然而 那不过是我的意愿啊 并且 这毕竟这毕竟来得太迟了 我的生命 就快结束 她的声音 她的声音滴下来 变成了耳鱼 温森特 步行到爱因火温 去赶开往巴黎的早班火车 没有用 亲爱的 我是他们的一部分 他们也是我的一部分 不过 我终究是要走我自己的路的 马高特 你这么不幸 我看不下去啊 马高特把脸转过来对着她 泪水夺眶而出 她笑了 不 温森特 我很快乐 我已经如愿以偿 爱你 真是太好了 温森特吻了她 在她的唇上 她尝到了 那从塞上滚落下来的 泪水的咸味 雪停了 过了一会儿 她说 明天你去野外写生吗 是啊 我想去 你在哪儿画 我下午去找你 第二天 她一直画到很晚 她头戴一顶皮帽 亚麻布工装的领口紧紧扣着 她把傍晚的天空涂成泛着金色霞光的淡紫色 浓舍模糊不清的轮廓 引陷在一团团被西洋染成红色的矮树丛中 白杨树轻瘦的枝干参天而立 近景处是一片黯淡发白的绿色 一条条黑色的田笼和钩边枯黄的尾丛 丰富了色彩的变化 马高特穿过田野匆匆走来 他又穿上了与文森特初次见面时穿的那件白色连衣裙 不过肩上多加了一条披巾 文森特发现 他的双颊戴上了一点淡淡的红韵 他看上去仿佛又回到了几周之前 那时他在爱情的滋润下 曾像盛开的鲜花般美丽动人 他的手上还捧着一个小巧的针线框 他扑过来 伸出双臂勾住他的脖子 他感觉得出那颗贴着自己身子的心狂跳不止 他拖着他的头 凝视着那双褐色的大眼睛 里面忧郁的神色消失了 怎么了 他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不 哦 没有 他大声说 这 这只是因为我感到快乐 又和你在一起了 可你怎么穿着这样单薄的裙子就出来了 马高特 马高特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文森特 不管你走多远 关于我 只希望你能始终记住一点 哪一点 马高特 那就是 我爱你 永远不要忘记 在你一生中 我爱你超过了任何别的女人 你为什么颤抖得这样厉害 没事 我被他们拦住了 所以来得这样迟 你快画完了吗 再过一会儿就完 那么你画吧 我就像以前一样 坐在你身后吧 你知道 亲爱的 我从不愿意爱你的事 或扯你的后腿 我只希望你让我爱你 好吧 马高特 文森特想不出别的话 只好这样说 那就去工作吧 我的亲爱的 画完 咱们好一起回家 他打了个寒颤 裹紧了披肩 又说 在你动手之前 文森特 再吻我一次吧 像那样吻我 那次在你的画室里 当时 咱们是那样幸福地抱在一起 文森特充满柔情地吻了他 他拉过群聚 坐在他后面 太阳消失在天际 冬季短暂的薄木 降临在这片平坦的原野上 乡间傍晚的寂静 笼罩着他们 响起瓶子摔在地上的声音 马高特跪了下来 发出一声快要窒息的呻吟 随后就在极具的静挛中 倒在地上 文森特跳起身 扑到他跟前 他的眼睛闭着 脸上带着一丝 激讽的微笑 在一连串急促的抽搐之后 他的身体向上攻起 双臂弯曲 不动弹了 文森特朝倒在雪地上的那只瓶子弯下腰 发现瓶口内还残留着一些白色晶体 但没有什么气味 他抱起马高特 发疯似的跑过原野 这里纽恩南 有一公里远 他生怕 没有到达村里之前 他就死去 此时 正是快要吃饭的时候 人们都在自家门前坐着 文森特 是从村镇顶远的那头进来的 他不得 不抱着马高特 穿过整个村子 他跑到比奇曼家门前 用脚猛地把门踢开 把马高特 放在会客厅的沙发上 他的母亲和姐妹们 都跑了进来 马高特服毒了 他喊着 我去叫大夫 文森特跑到村镇的医生家 把他从饭桌旁叫出来 你肯定那是士迪宁吗 医生询问着 样子像是 你把他送到家时 他还活着吗 活着 他们进来时 马高特正在长沙发上 来回翻腾着 医生朝他俯下身 士迪宁 没错 他说 不过 他还同时服了一些止痛药 我闻着像是鸦片钉 他不明白 那是起解毒作用的 那么他会活下去了 大夫 那个当妈的问道 他有被救活的可能 咱们应当立即送他去 乌德勒芝 必须密切观察他的病情 你能推荐一家 在乌德勒芝的医院吗 我认为 去医院并不适宜 最好送他去疗养院 住一个时期 我认识有一家不错 去叫马车吧 咱们得赶上 从埃音霍温发出的末班火车才行 文森特默默地站在黑暗的角落里 马车被带到房子前面 医生给马高特裹上毯子 抱他出去了 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跟在后面 文森特走在最后 他家的人站在隔壁牧师住宅的门廊上 全村人都聚集在比奇曼家门前 当医生双手抱着马高特出来时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 静得令人难以忍受 他把他抱进马车 那几个女人也上了车 文森特站在一旁 医生拿起缰绳 马高特的母亲转过身 瞧见文森特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你干的好事啊 你害了我的女儿 人群的视线转向文森特 医生挥边抽了马一下 马车消失在大路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